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未婚的学生 也有已婚的妇女 有人调侃他多子多福 有人说他是酒肉和尚 甚至还有人责骂他 出家人不正经 跟多个女人有染 然而就在大家纷纷谴责他品性不端时 却意外地发现了背后惊人的秘密 01 为子祈福 为子出家 2010年在厦门普光寺 有位叫吴冰的35岁的男子正式剃度出家 他就是道禄 在出家之前道禄曾有过婚姻 但因为某些原因他与妻子的婚姻属于近亲结婚 婚后多年迟迟不敢生子 夫妻两个都特别想要孩子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本金刚经 觉悟到因果之源 于是在佛前许下愿望 如果生下的孩子健康无余 寺院50岁以后出家 倾心修行 弘扬佛法 为孩子赔福 愿望果然实践了 去寺院回来没多久 道禄的妻子怀孕 10月之后顺利诞下孩子 孩子各方面的指标都正常 活泼健康 为了给孩子提供优越的成长条件 他常年外出做生意 也赚到了一些钱 足以让他盖别墅 开好车 游山玩水 人生的转折发生在2010年 这一年 道禄的妻子和他人有了感情纠葛 对此道禄并没有强求什么 对他而言 自己有了后代 且孩子平安健康 他已经满足了 于是就在这一年 道禄与妻子离了婚 前往厦门普光寺 出家为僧 02.慈悲心怀 劝阻堕胎 出家之后 道禄渐渐熟悉僧人的生活 他发现每当教内重大节日 起见大道场超拔名扬众生的时候 他发现十个超度牌里 有九个都是堕胎的母亲 为孩子祈求超度 2012年 道禄来到峨眉山上的浦贤寺赞助 一天傍晚 前往浦贤寺烧香礼佛的乡客们已经散去 道禄去关山门 遇到一个女人正要走进山门 道禄拦下了她 告知此时寺院要关山门 可女人执意要进去 原因是 我要去给我的孩子求超度 原来这位女子当时怀有身孕 准备超度完了去堕胎 佛家认为劝阻堕胎是救人性命 道禄也理所当然的这样做了 可是女子却绝望地回答 我不堕胎能怎么办呢 家里不会同意的 我既没有地方去 也没有人可以帮我 从那一刻道禄这才意识到这些被迫打掉孩子的女人也有很多不得已的苦衷 于是第二天她就在网上公布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并承诺 凡是意外怀孕又不愿堕胎的可以到我这来 我愿意救助 从那以后 道禄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求助信息 最多时半年内有70多个孕妇找上门来 起初她将孕妇们介绍到山东圆爵寺 因为圆爵寺内设有专门救助婴孩的地方 但随着上门求助的孕妇和孩子们越来越多 圆爵寺的人手和资源远远不够 道禄只好亲自上阵 将自己俗家的别墅也贡献出来 收容这些孕妇和婴孩 道禄的护生小院犹如一座婴儿收容所 如果没有这个地方 这些孩子可能就直面死亡 需要帮助的准妈妈们纷纷慕名而来 他们相信道禄和尚 能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一个合适的安置地 道禄对此怀着很大的慈悲心 他说女子本弱 为母则强 他们没结婚 敢把孩子生下来是何等的勇敢 这种人你不帮他 你帮什么人 03.不畏人言 坚持救助 就这样各种陌生面孔的女人 大着肚子在道禄的房子里进进出出 孩子也越来越多 不知实情的外人开始到处传闲话 说和尚居然偷养私生子 甚至流传起道禄 与多个女人有染的流言 这样一来道禄所在的普光寺 遭受了巨大的压力 虽然道禄的行为出自于慈悲心 本意是好的 但他毕竟是个僧人 继续这样救助下去 可能会拖累整个寺院的名声 均衡各种利弊之后 普光寺决定让道禄自行千单别住 2014年8月 道禄离开厦门 来到了无人住持的江苏万善寺 在南通城继续自己的救助 后来因为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女人和孩子 也因为无法按照出家人的戒律和威夷生活 道禄被收回僧家政 说白了就是被开除僧级 逐出僧团 但不论外界如何指点和评论 道禄都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对的 是值得的 他也依然相信自己早已皈衣三宝 誓愿做一位出家人 从发心救助这些孕妇和婴孩之初到现在 尽管频频遭受指责和非议 但道路初心不改 他坚信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救助这些孩子就是在人间行佛陀的慈悲 路费 医疗费 养孩子 生活起居 他每个月都要自掏腰包 但他觉得很值 在他眼里不远千里而来求助的孕妇们 不论来自什么阶层 什么行业 他们都是同一种人 走投无路的人 而自己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救助他们的孩子 04 尽心照顾 事为己出 曾有一位女大学生怀孕后被男友逼迫堕胎 但她实在不忍心 于是被男友无情抛弃 可这个姑娘依然希望把孩子带到世上来 她说在最无助最脆弱的时候 道路师傅为她生育孩子提供了一个避风港 幸运的是当姑娘最终和父母坦白一切之后 父母欣然接受了这个小生命 她得以将孩子带回了家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如此幸运 大多数的孕妇选择将孩子留在道路这里 选择将孩子留下的妈妈们会签下一份全权委托书 承诺自己主动要求道路法师帮忙收养照顾孩子到18岁 到18周岁必须相认 由孩子自己决定未来何去何从 如果有意外和死亡等突发情况 不追究道路的责任 每年妈妈们可以来看两次 且有一份即刻生肖的反悔权 如果和孩子生父结婚了 或者自己有能力了 随时可以把孩子接回去 留下的孩子会由道路和义工带为照顾 或者由信徒带到家照顾 很多母亲都同意让孩子跟随师父出家 同意让孩子从学说话开始就称呼道路为师父 但道路还是让孩子们叫他爸爸 等长大以后如果有意愿学佛或出家 再改口叫师父 因为觉得对孩子的成长来说 有父亲是完整的 全变成师父的话是不正常的 孩子们叫道路一生爸爸并不是虚名 道路确确实实担起了做父亲的一切责任 有需要爸爸的地方到处是他的身影 开车兜风 散步 接送上下学 勤力勤为 一样不落 零五 大爱无疆 人心为怀 我对得起因果 对得起初衷 一个人得了重病 几十万都不一定救得回来 而我现在只要花几千 就能拯救一个生命 道路的慈悲之心被越来越广泛的传播 从前非以他修为的人们日渐沉默 直到2016年越来越多的信徒 开始向互生小院捐赠善款 在大家的共同发心之下 更多充裕的资金 撑起了这片小小的世界 但不论外界贬损也好 赞叹也好 道路始终奔走在救护婴孩们的路上 未曾动摇过 很多网友们都知道了道路法师的故事 他们纷纷表示赞叹 从发愿救助孕妇和孩子们的那一天开始 道路法师的生活几乎被女人和孩子们填满 有人问 那这件事你会做到什么时候为止 他很艰难地扯了扯嘴角 说一直做到我死为止 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后 这批长大的小孩里会有人来接替我的位子 但在这之前只能自己扛了 道路和尚用七年的时间 把几百条即将陨落的生命 拉回了人间 让这些孩子有了感受世界的机会 也让我们看见了什么是真正的大爱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 我们下期精彩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